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天早上的主要要文有 美国密苏里州大陪审团决定 将会不起诉枪杀非议少年的白人警察之后 当地爆发了一连串的暴力示威活动 美国总统奥巴马于当地的时间25日 对暴力的事件表示谴责 呼吁要通过和平的手段 进行有关议题的辩论以及改革 奥巴马在芝加哥表示 焚烧建筑 纵火 破坏财产 以及危及民众安全都没有借口 他也呼吁要起诉确实犯下上诉罪行的任何人 奥巴马呼吁因为事件愤愤不平的各方 要通过和平的行动来达成改革 并说这个事件暴露了美国的问题 此前 密苏里州法院大陪审团 于当地的时间24日宣布 佛格森镇枪杀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的白人警官 被免于起诉 奥巴马当晚就此发表了讲话 呼吁民众接受大陪审团的决定 希望当地的民众和平抗议 不要爆发暴力示威 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的一个市场 当地发生25日发生了遭自杀式连环炸弹的袭击 袭击共造成了至少6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当天上午11时左右 一名女性自杀式袭击者在人群中以报了随身装置的爆炸装置 而数分钟后另一名女性袭击者在不远处引发了另外一枚炸弹 两起袭击共造成至少6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爆炸发生后 尼日利亚的国家紧急事务管理署的救援车辆随即赶往现场 将伤者送往离爆炸现场最近的州立医院 该医院已被军方控制 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官方消息来确认此次的爆炸事件 也没有任何的组织或者是个人宣布制造了袭击事件 再来看一下台湾方面的消息 台湾当局的疾病管制部门25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 截至11月24日 今年台湾已经累计发现了13,030宗登革热病例 已经造成了16人死亡 实例还在住院观察中 目前登革热疫情虽然趋缓 但每周仍有新增的病例达到上千例 今年台湾的登革热疫情是十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当局表示 目前登革热的新增病例数及整体趋势 虽然已经呈下降的趋势 但过去三周新增病例分别由1500多例 下降到1300多例再到1000多例 其中重灾区高雄市的疫情已经趋缓 预期疫情将会得到逐渐的缓解 但仍需要加强防治工作 有关部门表示 目前登革热的疫情还没有完全消退 每周仍有新增病例上千宗 特别是本周末民众返乡选举难来北往的交流机会增加 不能忽略登革热的威胁 15级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明日下午将会率领代表团到安徽的合肥 出席第13届内地香港澳门卫生行政高层联席会议 3D的高层卫生行政人员将于会议上 就公共卫生议题交换意见及交流经验 经界的会议议题包括 应对新型的传染病、非传染病防控、医疗改革以及基层医疗 高永文将于会议的开幕式上致辞 介绍香港在公共卫生的工作进展 并且对未来的发展和工作计划进行展望 代表团成员包括医管局主席梁志仁 卫生署署长陈汉仪 以及医管局行政总裁梁博贤 高永文将于星期五五早上启程回港 本港一名66岁的男子感染了退晤军人症 暂时未能确定感染的源头 该名男子上月底因长期患病而入驻东区医院 本月出现了咳嗽、呼吸困难以及发烧等 退晤军人病症状 在潜伏机内并没有外游或返回住所 卫生防护中心在东区医院的出水位置 抽取了水样本 在32组水样本中 有4组对退晤军人症呈阳性反应 另外中心又在东区医院抽取了14个环境样本 其中有2个对退晤军人症呈阳性反应 但中心表示 由于病人的样本经检验后 至今对退晤军人呈阴性反应 依此未能确定感染的源头 仍需要继续调查 另外中心已本月起 在病人曾入住的病房会加强医学监查 至今没有发现新增的个案 看完了以上的药文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开盘情况 隔夜美股个别发展 港股恒生指数今早低开0.04% 跌了10.72点 报23833.19点 国企指数微涨0.06% 涨6.92点 报10789.83点 从盘面上看 蓝筹股涨多跌少 涨富棒方面 金沙中国涨0.97% 为表现最佳的蓝筹股 金沙中国涨0.97% 太古A涨0.96% 招商局国际涨0.96% 中国神华涨0.7% 再来看一下跌幅榜方面 香港地产股石油股的跌幅较为靠前 新鸿基地产跌3.4% 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长江实业跌2.44% 中海油跌1.48% 中国石油跌0.23% 正在法国巴黎访问的教宗方济各表示 欧洲显得苍老和憔悴 世界对欧洲充满了不信任 令欧洲感觉越来越不像主角 方济各在欧洲的议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希望欧洲各国采取措施 应对经济危机 令欧洲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领袖 他又呼吁欧洲要制定统一及公平的移民政策 认为每年有数以千计的难民来寻求协助 而所有的政策都不应该忽视性命 方济各只在法国逗留了短短的四小时 是历任教宗出访时间最短的一次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预计 未来的两年全球经济会逐步改善 预计今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将会为3.3% 明年及后年分别会达到3.7%及3.9% 不过相信各国的经济增长及货币的政策 有明显的分化 并为债市及汇市带来比较大的波动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在经济展望中估计 美国及英国的经济会较欧元区及日本较为强劲 新兴市场中 印度、印度尼西亚及南非的经济会稳步复苏 而中国内地的经济增长则会放缓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指 现实较担心欧元区经济认为 若增长停滞或通胀预期进一步减低 欧元区将有通缩风险 预计当地在未来的两年 通胀率分别会为0.6%及1% 低过欧盟的预期 俄罗斯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 俄罗斯石油公司 25日发表声明表示 宣布将把石油的日产量减少2.5万桶 声明说公司此举是受石油开采效率提高 以及市场环境的影响 油价下跌时石油出口大国俄罗斯财政损失严重 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墨西哥以及委内瑞拉 四国外长在25日也在维也纳举行了正式会晤 以致认为当前的国际市场油价过低 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24日就表示 为了稳定国际市场上的油价 俄罗斯准备减少石油产量 并建议石油输出国组织也考虑减少石油的产量 伊朗总统鲁汉尼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24日晚在电话沟通中达成了合作协议 双方同意将合作调节石油市场 以实现双赢 但报道并没有透露一俄两国的合作细节 周大福财务董事郑炳熙指 集团在8月将会开始足部实施优化从货机制 并期望至2017年的财年全面落实 他相信新的机制有助于集团分配及调动从货 统一黄金对冲措施 也有利于日后发展电子商务业貌 但他指新机制将影响集团2015年至2017年的财政年度的批发收入 每年将会减少2%至3% 相当于每年减少10亿元的收入 对盈利的实质影响约为1%至2% 而届时存货周转的天数将会增加一成至1.2成 他预计新机制实行后会保留集团的存货拥有权 直至产品出售后才会确认批发的收入 而由于集团会向加盟商收取按金 相信对整体的现金流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的要闻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现在香港的去温大约维持在24摄氏度左右 大致多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午2点10分再会